第289集 为什么不可能 这个答案 似乎是薛听语意料之中的事情 他并不着脑 只是紧紧地盯着叶浩轩 要向他问明白 是我不够漂亮 还是我的气质不入你的法眼 又或者说 你跟我在一起有压力 都有吧 叶浩轩想了想回答 你 我在很认真地问你话 薛听语气恼地说 我也是很认真地回答 薛小姐 请你放过我吧 我只是一个小医生 我有自己的家庭 我也有自己的报复 我也有自己的女朋友 叶浩轩无语地说 能住得了我的法眼的 就代表你不是一般的小医生 你要家庭 我也可以给你 你要报复 我也可以帮你实现 相信我 如果我的材质 加上你的能力 在京城 你完全可以闯出 一番自己的事业 薛听语紧紧地盯着叶浩轩 不放过他脸上的一丝表情 你想得太简单了 叶浩轩摇摇头道 你说的那些 不是我想要的 那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帮你实现 薛听语认真地说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就因为你喜欢我 叶浩轩反问 对 就因为我喜欢你 就因为你是我薛听语喜欢的人 薛听语盯着他 你的战友欲太强 我们不合适 叶浩轩摇摇头 战友欲 我不明白 薛听语有些迷惑地说 就是说你是属于强势型的女人 专事专断 而我也是有想法的男人 所以我们不合适 叶浩轩摇摇头 况且你的家事以及这些恩怨 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你胡说 陈若曦跟我有共同的家事 你为了他 可以跟我们薛家为敌 所以家事对你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 薛听语顿了一顿 又道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 我可以说服我的家人 让你们话题为友 而且 只要你想做什么 我们薛家 将不遗余力地支持你 因为他是我喜欢的人 你不是 叶浩轩淡淡地说 同时你把事情 也想得太简单了 我也可以是你喜欢的人 论相貌 论家事 论名声 我哪样输给他了 为什么你喜欢的人不是我 薛听语有些激动地说 我喜欢的人为什么要是你 叶浩轩反问道 我不得不承认你很聪明 但是我说过 你太强势 你喜欢的 就必须是你的 有句话说得好 地球不是围着你转的 我 我可以改 薛听语神色微微地一阵 有些东西是改不了的 就像是家事一样 有种从骨子里发出来的骄傲 这就是属于你们薛家的 所以 你改不了 叶浩轩微微地叹息了一声 话已至此 回去吧 你好自为之 叶浩轩说着转身离开 留给薛听语一个背影 看着叶浩轩渐行渐远的背影 薛听语突然感觉到无比的失落 同时有一种挫败感 从心头油然而起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酒吧的 失魂落魄般地回到了薛家 看到女儿这一副情形 鱼灵吃了一惊 他连忙上前拉着薛听语的手道 听语 你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薛听语摇摇头 他一言不发 听语 谁惹你不高兴了 你不要吓我 难过的话就哭出来 这孩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鱼灵看他的表情有些慌张呢 妈妈 我被拒绝了 他拒绝我了 薛听语突然扑倒在母亲的怀里 放声打哭 从小 他就是一名天之娇女 有着过人的天赋 以及聪明的头脑 从小到大 没有什么事情 使他办不成的 只是生平第一次恋爱 第一次向一个男人吐露心声 竟然被拒绝了 他不甘 但是更多的是伤心 还有委屈 听语 你 你是说你喜欢的人 拒绝你了 鱼灵吃了一惊 他捧着女儿的脸问道 是谁 告诉妈妈 是谁这么狠心 是叶昊轩 他拒绝我了 他怎么这么狠心 薛听语又扑到鱼灵的怀里大哭 哭得就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 你 你真的喜欢他 鱼灵吃了一惊 有些不敢相信的问 是 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直以来 对他都有好感 尤其是这一次他救我后 薛听语神伤地说 听语乖 如果喜欢的话 就去追求 你从小个性较强 大凡想要的东西 从来都没有到不了手的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 你想要他接受你 必须让他先喜欢你 但感情不是其他的东西 是你想要就能要的 得到一份感情 你首先要付出些东西 鱼灵有些心疼地 揽着自己的女儿说道 我 我不太懂 薛听语止住了泪水 你没经历过 肯定不懂 听语 你须知相爱不易 想要拴住一个男人的心 更是不容易 如果你真的喜欢他 那就去了解他 比方说他喜欢吃什么 喜欢穿什么衣服 或者说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懂吗 鱼灵抚摸着自己女儿的头发道 我 我好像是懂了 薛听语有些懵懂地点点头 乖 虽然你很聪明 从小被冠以一个京城第一残女的名头 但是感情方面 你等于说是刚刚起步 不急地 慢慢来 鱼灵微微一笑道 大胆去追求吧 我们薛家千金 没有追求不到的东西 妈妈支持你 嗯 薛听语用力地点点头 在这瞬间 他就像是一个刚刚成长起来的小孩子一样 鱼灵说得对 自己的这个女儿才华横移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但是在感情方面 他就像是一个攀山学步的婴儿一样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不知不觉间数天过去了 这一天 赌石交易会场地 是一大片临时搭建的大棚 足足占据了整个足球场大小的地方 四周都用金属围栏圈主 只留出几处几米宽的缝隙作为进出口 门口守卫重重 从昨天开始 一辆辆重型卡车呼啸而来 一些工作人员开着插车 把一箱一箱的原石 从车上卸了下来 这些原石都是从 缅北的克沁邦地区开采出来的 缅北地区的原石出力率极高 而且大多都是优质的翡翠 近些年来 珠宝行业竞争愈发的激励 袁天佑是靠珠宝行当发家的 他的原石集团里面 珠宝行业依然是大头 所以他想靠着这次的原石交易会 刺激市场 再者达到盈利的目的 周明这次来到京城 做的还是老本行 虽然他父亲和周家彻底的闹翻 但是他父亲之前 在京城的一些人脉尚在 但是想要打开局面 还得需要有几样镇垫之宝才行 听说这里有一场大型的原石交易会 周明就拉着叶好轩巴巴的跑了过来 之前在清源的时候 林大少举行的那一次原石交易会 叶好轩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所以他这一次要叶好轩无论如何 要给他再多选几块好石头 回去后 好打造成镇垫之宝 挂在店里撑厂子 厂地里面灯火通明 无数的毛料商在这里 拉拢过来的珠宝商 或者是来碰运气的小菜鸟 努力地介绍着自己的毛料 出自某某厂某某坑 这些人的三寸不烂之舌 能把死的说成活的 好像你不买他的毛料 就是对不起他们似的 又或者你买了他们的毛料 一定会出绿一样 对于这些拼命推销自己的毛料商 也好选显得有些镇定自若 里面出不出力 他一眼看去就知道了 这些小型的毛料商 有些根本就是坑火 不知道从哪里弄些烂石头 就说是棉北产的 要是棉北真的每年产出 这么大量的毛料 那地牙层早就被挖空了 他和周明两人一前一后走着 相比而言 周明就显得有些着急了 他这一次是奉他老爸的命 来这里弄几块上好的料子 做镇店之宝的 他们父子到京城 完全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活得滋润给周家的人看 这一次可不能空手而归 好轩 你看这块怎么样 看品相不错 出绿的机会极大呀 周明指着一边的一块毛料道 这位小哥真的是好眼光啊 我的料子是正宗的棉北产的 出绿率达到百分之九十 来看看吧 保证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一边的毛料商 连忙的上前拉拢道 百分之九十 你怎么不说百分之百呢 叶好轩痴想道 那毛料商老脸一红 自知吹牛皮吹得大了 其实赌食这行业 十度九空 真正能赌出绿的 实不占一啊 而且就算是真的出绿了 也不见得一定是上好的翡翠 所以亏本的人多 占便宜的人少 几位 我这可是正宗的老怕杆 老坑料子呀 看看这块 哎呀 三十公斤的大猛料 是我的镇间之宝 我看两位小哥是实诚人 一般人我还不介绍呢 这店主拉着周明 指着这块区域正中央的 那块料子吹了起来 叶好轩扫尸了一周 只见成千上万的毛料里面 愣是没有一点零起一出 他几乎都怀疑这个家伙 是不是在那个荒山里 弄出些石头来充树的 这块品香不错 怎么卖 周明来了兴趣 其实对于赌石 它是一知半解 不过这家店的这块 号称镇店之宝的料子 品香确实不错 在灯光的肇事下 绿意盎然 就算是有经验的赌石高手 也多半会出手买的 一万亿公斤 这块料子三十公斤 三十万您拿走 那店家一洗 怎么样 周明迫切地向叶好轩问道 不怎么样 卖相好的不一定就会出绿 叶好轩摇摇头 他已经看出来了 这块料子就是坑货 除了表层的一点绿意外 他几乎看不出里面有任何的灵气 买回去了 就是一块肺事 拿来垫脚也嫌打 哦 那算了 周明微微有些失望 这小哥 话不能这么说 这块石头百分之百出率 要不打个赌 那店家像是受了极大的侮辱一般 不赌 赌的话你肯定赔本 叶好轩笑了笑 他一转身撇见了一边一堆料子里面 一丝若有若无的灵气升腾而起 叶好轩的脑海中灵光一闪 大步地走向那堆石料里 翻了起来 怎么 有好料子 周明急切地上前问 帮忙翻 叶好轩翻起一块毛料 头也不抬地说 好 周明来了精神 对于叶好轩的眼光 他一向是幸福的 上次叶好轩买的料子 直到现在 他还没有用完呢 他几乎都怀疑 这货是不是会透视了 连翻了十几块巨石 叶好轩眼前一亮 只见在底层 有一块五十公斤的大料上 发出了阵阵的灵光 灵气虽然算不上浓郁 但是至少里面出绿 是百分之百的 老板 这块料子怎么卖 叶好轩起身问 哎呦 这块呀 哎呦 兄弟啊 你真是眼光好啊 这块料子是我打算 留着自己解的 三千块一公斤 拿去 叶好轩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这店家的声音 越来越小 明显的底气不足了 因为这块料子表面 极为粗糙 黑乎乎的 没有一点光子 稍微有点惊艳的都知道 这块料子肯定是一块坑火呀 店家的语气一转道 呃 我看两位兄弟第一眼 就感觉很亲切 这样吧 便宜点给你们 两千亿公斤 两百亿公斤 叶好轩淡淡地说 呃 兄弟 做生意要厚道 我进货都布置这个家了 店主夸张地说 最多五百 不然的话 你留着自己姐吧 叶浩轩站了起来 佯装要离开 好好好 五百就五百 过磅 店家招呼着自己的两个伙计 抬到了一边的秤上 一过磅 不多不少 刚好五十公斤 成会 两万五 店家精神一振 头一桩生意总算是做成了 开门红啊 呦 这不是周大少吗 什么时候也有钱来京城这地方消费了 啊 还赌食 这可都是上流人士闻的东西 什么时候周大少也有这资格了 啊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传了过来 一个人走了过来 这个年轻人和周明长得有点像 不过他满脸的嘲讽看得出来 他对周明甚是不屑 哟 周延啊 今天也来碰狗屎运来了 看到这个年轻人 周明也不着脑 只是笑呵呵的回应 叶浩轩微微一争 周延 就是周明的堂哥 周明大伯的儿子 周明的父亲被逐出周家 跟他这个大伯有一定的关系 两人见了面 有好脸色给对方才怪了 呵呵呵 我的狗屎运一向很好的 周明啊 我说你堕落了 就算你父子被逐出了周家 但是至少也是世家子弟吧 调块料子不调块品项好点的 像这种垃圾货色 丢到我跟前我也不看一眼的 哼 周延冷笑道 狗屁的周家 要不是老子的户口不能改 老子分分钟改了信 周明甚是不屑道 我挑料子好不好 跟你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有本事 你给我挑出块 出绿的料子来看看 好 哼 今天堂哥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水平 周延精神一阵 存心想要打压周明一下 他从这块区域里面转了一下 一眼就看中了店家 所谓的镇店之宝 店家 这块料子怎么卖 我要了 周延向那块号称镇店之宝的毛料 一直道 呦 这位兄台真是好眼光啊 这料子呀 是我的镇店之宝 一万亿公斤啊 保您出绿 店家一看 马上没开眼下的跑过去 那好 过程 现场姐 我要了 周延 趾高气昂的向料子一指 好嘞 嘿嘿 店家一喜就要招呼人去抬料子 慢着 我出两万一公斤 叶浩轩突然淡淡地说 你哪位 周延冷冷地看了叶浩轩一眼 周明的兄弟 嘿 原来是个小憋丝 我说周明啊 现在你是三教九流的人都交往啊 周延冷笑道 我的兄弟都是能为我两肋插刀的 不是你那种九肉朋友可以比的 周明淡淡地说 我出三万 周延向料子一指 既然是周明的朋友 那就顺道一起踩了 让他小子嚣张去 他看叶浩轩穿着比较简单 料定叶浩轩不算有钱人 五万 叶浩轩加价了 六万 周延微微一睁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真的能加价 五万一公斤 这块毛料至少有三十公斤 下来可就是一百五十万了 这小子真有钱 七万 叶浩轩淡淡地说 咦 八万 周延的脾气上来了 这边的加价已经惊动了这里的人 一些珠宝商和前来赌食的人 颇有兴趣地围了过来 对着这边议论纷纷